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已经过去,不少明星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庆祝。 杀鱼一家全都带上了具有圣诞气息的真属八姑多妈,孙力强要摔出自己里多多的美。 赵章博之平安夜和圣诞节都没有落下,大方发视频与自拍来和粉丝一起分享过节的喜悦邓紫棋,则在平安夜的晚上,晒出雨谢霆锋的合照,两人因节目录制一起过平安夜指示。 二十五日晚,邓紫棋的贴身造型师,在网络上晒出雨谢霆锋在机舱的合照,看样子是要回港过节了巧合的事。 王妃昨天也被拍到带着女儿从日本旅游回来,母女俩和男性友人,一同现身首都机场。 看来任性的天后,又帮女儿请假带着她出去挂了王妃,把自己包裹得严实实,只有一张白皙的脸庞露在外面。 李烟身着影光色的羽绒服,巨大的帽子套在头上,看上去酷尽十足,深得妈妈王妃的真传。 在王妃和友人在出窗前驻足的时候,不感兴趣的李烟转身进了车里,不依。 不依然王妃才反应过来不管怎么说,现在叶王妃一定是会和女儿一起度过的了,至于会不会转机,去香港就说不好。 小巴都很好奇,更值得李烟看到谢霆锋之后,会说些什么。 法官李亚鹏这边情况,似乎就没那么好了。 李亚鹏这些年一直在麻烦上不断,那场持续了几年的四千万款似还没有了结。 网报说,李亚鹏被列入试信位执行人名单,但求证后发现并无此事。 而且法院的依诊判决出现反转,现在案件将再次审理。 李亚鹏也是运气被自己最信任的发销给败了一刀。 现在陷入这种没完没了的合同纠纷案。 现在的李亚鹏公司经营,似乎又有一点不顺,有王妖在七微博下帮生草。 公司已经有两个月没发工资了,但是李亚鹏依旧活力满满的在坚持做公益。 与李亚鹏化作为灵感的外套,已经上线售卖,所得善款都会用作慈善。 小八不想探讨这其中是不是有复杂的经济纠缠,但天使。 艳然津津,确实帮助到了很多纯恶劣的小朋友。 现在王妃和谢霆锋感情稳定,前几天那则谢霆锋为张国之三台生父的消息实在太扯。 李亚鹏有爸爸的细心呵护,姐妈妈的独特陪伴,还有姐姐一同成长,小姑娘一定是幸福的。 希望李亚鹏的这些糟心事业能赶快过去,好好经营公司,安安心先做慈善,和孩子一起开心过好每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